沒有九二共識的地基 何來兩岸對話的大廈 企圖繞開九二共識 任何交往對話都是無從談起的 奉勸民進黨當局不要再玩弄文字遊戲 欺騙島內民眾 只有真正從台灣民眾的福祉出發 承認九二共識 停止勾連外部勢力和進行謀讀挑釁 以實際行動改善兩岸關係 才是正途 作詞・作曲・編曲 李宗盛